曾致为丑闻再次升级,范冰冰也被牵扯其中管道号娱乐新闻Glanty World。 众所周知,娱乐圈非常不太平,圈内各种负面新闻层出不穷,离婚分手对感情不忠动手打人被捕等等。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圈内的一位大佬,在圈内能称得上大佬的都有一定的实力和手腕,负面新闻也比较多。 如今丑闻再次升级,牵扯其中,不知道里晨坐和感受。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曾致为,他在娱乐圈的口碑不是很好,关于他的负面新闻基本上就没有间断过,其中最轰动的莫过于兰杰英的事情。 关于兰杰英相不少人十分了解,他有助量觉舞台山的称号,从这个名号就可以知道他的圣是美颜。 在当时那个没有美颜履镜的年代,兰杰英的美貌仍让人震撼,不过他在这个娱乐圈打拼真的可惜了。 当初圈内不少大佬都看重兰杰英的美貌,所以希望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圈内常见的潜规则。 如果兰杰英接受势必会拥有事业上的成功,但是从小就比别人坚强懂事又有些特别的他,并不愿意屈服于这种通过潜规则而换来的荣誉,所以他多次拒绝圈内的潜规则,正因为如此,他的事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如今兰杰英虽然离世,但曾致为丑闻再次升级,范冰冰也牵扯其中。 当初兰杰英封杀之后很多角色还需要由他来饰演,所以说他混迹娱乐圈的那几年,经常在封杀和付出之间来回切换。 直到后来他彻底消失在大众的事业,原以为他不想在这个圈子生活,所以最终选择远离,但谁都没有想到再次见到兰杰英的时候,他已经从亮绝舞台山成为了白发苍苍的妇人。 后来有媒体采讨择远离英对于自己变成这个样子,他亲口说出原因,因为被圈内两位大佬侵犯,这件事情带来的伤害导致他精神失常。 而这两位大佬侵犯,一位已经离世,另一位被拦截英指出是曾志伟。 这件事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曾志伟也是第一时间召开了记者会进行辩解,表示拦截英所说的内容并不属实,自己的形象也受到了不该有的影响。 但是谁会用自己的清白来污蔑陈志伟呢?所以说这件事情究竟如何,相信众人心中早已有了大案。 后来拦截英离世,而曾志伟的社交平台也彻底沦陷。 曾志伟丑闻再次升级,范冰冰牵扯其中。 如今曾志伟黑料在升级,多次被拍到身边美女环绕,并且和圈内不少艺人动作非常甜蜜,其中就包括范冰冰。 当然也许会有不少吃瓜群众认为这是一种礼仪,但是相比还是会有不少人难以接受自己的另一半有这种所谓的礼仪吧。 对此不少吃瓜群众甚至调侃到李陈绿的彻底,其实倒也没那么严重,毕竟当初两人还没有在一起,但是曾志伟早已有了加势,应该稍微注意一下形象吧。 黑! 黄!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